也提到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 更正面地去面对人生或者死亡 我是教育你的 当我们说要照顾病者 深深社灵的需要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去了解人生 了解不同的宗教信仰 以至我们可以帮病人去走他们人生 就是教维晚的一个阶段 去认识生命 认识不同的宗教信仰 是帮我们去更加丰富 去看信仰是什么 看我们人生是什么 这些都是刚才几位不同的讲者 来提到我们如何正面地去面对死亡 我们现在只剩下10分钟 这10分钟我们就是给大家去一些回应 或者是提问 因为如果我们说如何帮助香港人正面 面对生死教育 我们这个时段是做不到一些讨论 或者是如何帮助自己去面对一些生命 就是对死亡的一些正面的看法 或者是其他题目你都想问我们台上三位讲者 都欢迎你可以来到去提问 因为只有10分钟而已 你提问可以提问一提 如果你想提问或者一些回应的 你举一举手我们有工作人员 就会递给你的 好的 我当时问回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刚刚听你们讲到死亡 如果有信仰 比较有叛逃 比较好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既然死亡有这么正面 有这么好的意义吗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呢 多谢 有齊个问题 是不是 生命是一个现实 而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历程 以及是生命现象的一种 所以就不是说死亡是生命的对落面 或者是另外一样东西 另外我也很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 正如我们的宣传单章讲 未知生因知死 但是我就觉得基督教的信仰 就强调未知死因知生 因为传道书 无论第二章第七章都讲到 生有时死有时 又讲到就说 往租桑之家去强于去现乐之家 因为死亡是众人的定局 生人也都会将这件事 放在生命里面 如果人认识 无论通过有信仰 或者是人生一种的必然的现象 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他就好像刚才两位讲者也都有提到 就对现有的光阴生命的机会 是会更珍惜 以及更智慧去到掌握 我回忆的是 虽然我们的意义 或者这种价值 是要求新的 我们的实生出来的 我们没有求新的机会 就是在这种价值的 如果做宗教的 有这样的死亡 或者死亡之后的制宗 没有再有的生命 所以刚才我再一起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道教 道教你无论自己智慧的生命 其实就算道教也不相信 你可以成先的 所以死后那种的生存状态 或者死后去哪个世界 对暂时我理解的道教 或者基督教 甚至佛教 是很依靠的 你是怎样去生存 以及怎样去活出你的生命 这是我理解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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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其他人 停 我问你一个 我问你一个 十次的两天 打算机会应 正面对你多个平坡和四个人 在这一天 你只有一分钟钟的时间 他说最后说话 因为你没有介意 我只看到我们所有的努力性 同志怀疑 我们同志识识 如果你有三个月 你也有一个长篇四个人 他没有信任 你会对话 你会对话 我除了读宗教之外 我又比较喜欢读其他东西 我最近在读心理学 有人说 我不知道医生责不贊成 有人说 人呢 就是淘冲的时候 心理学的研究 就是 只有开心的记忆 在脑里面 其实是用来支援 一个人可以继续 就是 在一个身体痛苦的过程 他继续可以走下去 那么开心的回忆 和一些爱的回忆 所以有时候 我不知道在说 很多医生 甚至说 柏金顺利人 什么都不记得 他仍然记得 小时候 妈妈怎么爱他 所以爱 心理学的角度 可以支撑着一个人 活下去 或者继续走 他要去 林中的时候 最痛苦的路 如果和刚才 朋友问一个 我觉得是很好的问题 很实际 你这样问的时候 我刚才都想起 如果我妈在身 我会说一句 什么话 当日我也有说到 我就会说 你放松 你放在一起 不用担心 尚被爱你 我不是随便 说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是基于 至少主持过 一百个安息礼拜 和也都是 帮助过很多 林中病人的 实践经验来说 而背后的预设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 还有你不知道 他当时对死亡的了解 或者生命 他究竟是快乐 有没有爱的经验 还是他一生是很苦 被人虐待 你完全不知道的话 你唯有指引他前面的路 就是当他向前走的时候 他的失落感是可以消除 还有他那种恐惧感 是可以消除 他能够放松 打开他的怀抱 接受造物主对他的爱 那他在最后那三十秒里面 如果他收到这个信息 作为一个牧者 我觉得这个人至少有点力量 能够走那三十秒 我移民到澳洲 就回到香港医 我去探他的时候 不是只有三十秒 可以聊天 所以三十秒 他知不清醒是一个问题 他问我 是否信耶稣是可以上天堂 罪得赦免 我就很清楚告诉你 我信 你相信的时候 你的罪都得赦免 可以上天堂 他很放心 我的救同事 另外一个 就是我认识的 三楼一位婆婆 是我妈妈的论舍 他是信佛的 他有肺癌 我帮他聊天 我没有讲任何宗教的信仰 我是听他说 他在不舒服的地方 我是陪伴 所以我答你的问题 我就要看一位 你懂不懂得他 他最需要些什么 他什么时候 你可以成为他的支持 成为一个说者 他是他很爱的人 他爱他 他有一位教友 很清楚告诉他 他会听上帝爱他 这个就是你要对那位的对象 你掌握有多少 你可以来陪他走多少的路 好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我应该去到8点40分 稳顺起见 我们唯有这里就停了 那就很多谢各位的耐性 更加多谢三位说者 她们很精简地去分享他们死亡的题目 谢谢郭文教授 谢谢郭文教授 多谢几位的嘉宾 和我们的主持人 那是陆博士 请这个时间 我们会致送一些纪念品 和一些拍照和合照的时间 那我们先来邀请 是否有些 安手 各位 阿冯医生 就变了三十秒 变了三十秒之内 说几句说话 其实我想说 就是很欣赏今天 大家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很多谢几位讲者 参与这个聚会 就分享一件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试过走过 就是没死过的 但是呢 就够敢来讲死亡 就很勇敢 有时我想呢 如果一个人曾经死过 然后回到转头和我们讲 那就简单很多了 因为他走过很久 我也很欣赏大家 就是来到探讨这个人生的问题 那就很值得鼓励 大家继续来到探讨 继续来到面对这个挑战 生与死的挑战 我多谢大家 我们首先邀请陆亮博士 请吴忠文徒 请陆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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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敢 bên亮博士 周慧妍作者 另外邀請我們下一個環節的兩位的講員 一位是關稅文教授 還有陳敏儀女士 請留步,我們待會有個合照的時間 謝謝各位嘉賓 我們請剛才接受了獎品的 也上台,我們有個合照 老師特朗普 不滿意 請留步 文字幕粉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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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